慶重陽台中市長盧秀燕到太平來拜訪101歲的張爺爺 那麼除了送上萬元的禮金與禮品之外呢 兩個人是開心的來化家常 那麼張爺爺說自己從來不忌口喔 而且早餐呢吃的是芝麻湯圓還喝可樂 甚至連白粥他都要加草莓果醬 那麼每天快快樂樂呢就是能夠耿空吃肉 聽到誇讚張爺爺露出靦腆的笑容 重陽節即將來臨市長盧秀燕在社會局長及明代的陪同下 拜訪百歲人瑞送上祝福與關懷 我今天代表來拜訪的這位阿宗呢 他已經101歲了耳聰莫名 那他過去擔任我們相待會的副主席 也擔任台中市政府28年的調節委員 是地方的公斗輩 在他的一生當中奉獻地方 調節這個排分解納 非常受到鄉里的敬重 再加上他有特殊的養生秘訣 所以現在高手101歲 我們祝他松博長青 市長送上1萬元的敬勞禮金與象徵長壽的金索片 張爺爺今年101歲 曾在調節委員會服務處理過上千件的糾紛案 而他能夠這麼長壽健康 秘訣就是不忌口 說阿公怎麼養生 要吃豬肉 要吃可樂 要吃甜的 桌上的可樂不只是招待客人 張爺爺每天都得和上一瓶 早餐也習慣吃芝麻湯圓或白洲加草莓果醬 堪稱是超級螞蟻人 此外長寶心情愉悦也很重要 吃東西他都不忌諮 什麼都吃啦 做人齁 都定人好就對啦 我們台中市其實到目前為止 65歲以上的長輩已經超過46萬人 那百歲人位也已經超過400位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我們台中市民在我們的幸福城市 大家也都能夠家庭幸福美滿 那每個人都是健康又長壽 走過一世紀的長輩 台中市有400多位 市府持續推動友善長者計劃 希望讓他們天天都能心情愉快 加霸裂